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1.浩文团队喜迎女儿村 时隔大半年时间 浩文团队终于迎来服战女儿村 杨公子根据团队的需求 不断调整自己的门派 这一次他的门派是女儿村 已经报名了214连服战 2.100级品次伤害戒指出炉 新出宜的100级的级品次伤害戒指 出示总伤害达到了67点 如今的109神威组老板非常多 这个戒指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3.新出极品三法房首帽 新出一个140级的三法房配饰 主属性抗风42直接爆满 下牌总法房102点 非常适合给副战化身使用 4.放下女衣双加73点 这件160级的放下女衣服 奈免双加了73点 可惜的是出房只有259点 这件衣服非常考虑满家熔练的实力 新出125级品宝宝装备 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 玩家在打造125宝宝装备 试狗托腹体 炸出了一个速度42点 总伤93点的宝宝还圈